《曹操》 一个做梦都想得到,一个做梦都想杀掉众所周知,作为一代枭雄的曹操,在政治、军事方面,怀有极高的天赋,曹操的一生灭元术,朱吕布,霍元少,翔张秀,多汉中,以雷霆手段完成了一统北方的大业,成功奠定了三分天下未战其二的天下格局。 所以说,曹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物,可是,就是这么一位人物,也存在有让人深深忌惮的三国名将,其中一个他做梦都想得到,一个他做梦都想杀掉。 第一个,关羽关羽,自云厂,河北解县人,是一位曹操最忌惮的三国名将之一,同时也是曹操做梦都想得到的一位猛将。 关羽一生最引以为傲的事情只有两件,第一件就是在公元二百年,被曹操审了,秦之后,创造出了过五官,斩六将的千古佳话,让曹操十分敬佩。 第二次便是在公元二百一十九年的时候,关羽带领驻守在荆州的军队围攻相反,又创下了水燕七军的壮举,不得不让曹操胆寒。 在后来的赤壁之战之后,关羽又在滑融到义士曹操,留下了重情重义的千古美名。 可见,曹操对关羽有一种英雄西英雄的情感,只是关羽赤胆忠心,始终不肯背弃刘备,与曹操无缘。 第二个,吕布吕布可说是三国第一猛将,他的威名令人闻风丧胆,董卓说丁元要先拉拢吕布。 后王允记出董卓,也是借吕布之手,可见他厉害无比。 但是吕布在董卓死后无处可去,到处投奔如丧家之权,最后还是刘备收留了他。 而他用将仇报,承刘备去讨伐元书之时,从张辉手中夺取了徐州。 吕布虽有三姓家奴之称,是个不中效益之人,但是其能力不可否认。 其实,曹操看中吕布勇武过人,想要将其收为所用。 可是陈登对曹操说了吕布勇勇无谋,反复无常的特性,使曹操打消了这一念头。 建安三年十二月,吕布吕下批被曹操击败并处死。 第三个,陈公陈公可以说是曹操的第一个追随者和崇拜者。 当初他会掩饰英雄,放了被董卓捉拿的曹操,跟着他打算图谋大业。 可是在图中看见曹操杀吕伯舍一家,失望至极,选择了离开。 后在曹操在征伐陶谦的时候,陈公暗中游说陈刘太守张鸟,张鸟之地张超趁机反叛,吕布滑变,夺取了原属于曹操的地盘,并趁机迎接吕布,进入衍州联合对抗曹操。 一时之间,曹操多年经营的领土,除了珍城、范城、东俄之外全部一主。 远在征伐陶谦的曹操得知这个消息之后,痛骂陈公忘恩负义,一向以宁教我赴天下人,修教天下人赴我为原则的曹操,这次被心腹之人背叛,相信曹操一定是做梦都想杀了陈公吧。 然而,在公元十九八年,曹操攻打吕布的时候,曾再一次俘获了陈公,那时的曹操却念起了旧情,毕竟当年自己走投无路之时,第一个伸出援手的人就是陈公。 可是,曹操在多次劝说陈公投诚无效之后,还是选择了将他处死,并将陈公的首级送往许都彰显功了。 曹操是依爱财之人,对任何有能力的人,他都很求贤若渴,但是以上的三位他却想了而不可得。 最后两位死在他手上,他最欣赏的关羽,也一直不肯归顺于他,当真是可惜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